現代人可能喝水量都不夠 那這個夏天你會發現 大自然很聰明 夏天順暢的水果 蔬果 瓜果 其實富含水分 那是當令最好的食材 沒錯 像絲瓜 它本身含水量 大概都超過96% 97%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 補充夏天的這個炎熱氣氛裡面 有益善的水分 一個很重要的食材 而且它本身也含有一定量的 像維生素A 維生素C 這些東西 那當然它唯一的缺點 就是它的甲離子 事實上是瓜果類甲離子 都會有點高 不是只有它 那這樣子甲離子高的食物 對 大部分人都有好處 包括血涯高的人 因為甲離子高的食物 吃下去血涯也會比較低 可是唯一的問題 就是我們聖誕科的病人 像我有一個 大概26、27歲的女病人 她年輕的時候 曾經因為感情的問題 然後自殺 那自殺那一次傷害很大 然後包括自殺那個藥物跟後來治療的部分 都有傷到腎臟 那她就長期處在一種腎臟功能不全的情況 那有一天 不知道她的媽媽的閨蜜 跟她媽媽講說 你女兒那個病都沒治好 那這樣以後怎麼辦 怎麼嫁人 怎麼生小孩 就跟她講說 那你要給她做一個生計飲食來吃 你知道嗎 那當初就叫她用一些瓜果類 還有小麥草 打成一杯來吃 吃了兩天之後 這個病人因為高血甲 然後在家裡分厥 然後送到醫院來 那價值很低 而且心臟亂跳 產生一個惡性的訓律不整 那是為了挽救她的生命 我們只要進去洗腎 那我們在準備洗腎 因為洗腎機不是你說 準備就準備 晚上到的人 洗腎機要熱半個鐘頭 你知道嗎 她要rinse 要衝 所以我們洗腎機還沒備好的時候 她就collapse 就開始急救 血壓掉太低 也開始急救 那後來我們還是 洗腎機弄上來 把它救上去 接上去之後 其實甲離子半個鐘頭 洗腎機就把它洗乾淨了 問題是說 因為血壓掉下來 那一刹那之間 事實上腎臟造成腎上的 很嚴重的一個腎小管的壞死 所以她從那個時候洗到現在 還在洗腎 所以像這種 甲離子過高的東西 腎臟科病人真的要很小心 吃一個不行 其實不只是腎臟壞掉的問題 還包括生命危險的問題 我們腎臟科的病人 對水分的禁忌 急診室常常都是碰到這種 類似的問題 那我有一個 三十幾歲的上班族 她腎臟在第四期的 腎臟功能衰竭的病人 然後她在辦公室裡面 結果那一天 不知道辦公室 不知道什麼業績達成目標幹嘛 反正就有人買了 很大一個西瓜來 那男同事三四個人合起來 就把那個西瓜剋掉 因為很熱 剋掉那個西瓜之後 她回座位去坐 才十幾分鐘 就開始咳嗽 而且咳出來是粉紅色的泡沫 不是正正的談 就是粉紅色的泡沫 跟螃蟹這樣子 你知道嗎 那後來就趕快送到急診室 一照相 就是肺水腫 那還好來得比較快 那我們同時 併用了兩種利尿劑 然後呢 又叫她平躺幹嘛 做一堆手段 總算把肺水腫解決掉 那差一點就被插管 所以像這種情況 對症状科病人 其實都是非常危險 我建議症状科病人 每天至少要量自己的體重 那如果你在辦公室 有體重距或什麼 當你噴到這種 很不能抗拒的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吃一吃 你恐怕要量一支 稍微偷偷量一下體重 因為最終還是量在決定的 你不可能說吃一支西瓜就垮掉 那個就太誇張 可是你真的 你說四個人把一個大西瓜剋掉 太誇張 那個恐怕有好幾公斤的水分 你可以進到體內 而且那個甲離子一定爆表 對啊 那這個一定 症状科病人一定受不了 所以我覺得不是叫大家不要吃 可是要適量的吃 含水量高的東西 其實在夏天來講 尤其是更重要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有很多人 會反覆的結識 尤其是男生 像我有一個四十幾歲的男病人 他已經結識過三四次 可是他就很奇怪 他喝不下沒有味道的水 然後你叫他喝其他飲料 他因為他又微胖 他也不敢喝含糖飲料 所以他就水喝得很少 那有一次就是在出去旅行 說要去爬山 結果走一半 突然間覺得腰痛 而且想吐 然後來上廁所的時候 發現解出來是血尿 他因為他有經驗 他知道又是石頭 送到醫院裡面 一照朝音波一看 那個腎臟 整個被塑尿管裡面的石頭堵住 你知道嗎 腎臟整個就鼓起來 那因為石頭已經掉到塑尿管 而且掉低了 那個位置 我們碎石機是打不到的 所以只好做了一件事情 幹嘛你知道嗎 就很辛苦的放了一個 塑尿管鏡進去 對 那塑尿管鏡進去推 把這個把這個石頭 推出來啊 不 往裡面推 推到腎臟上面去 然後推到腎魚裡面 那推到比較寬的位置 機器可以坐在那邊 來打他 打他 打碎 可是坦白講 真的這個就是治療 預防腎魚治療 我們 大家不要以為 碎石機打的沒有關係 其實根據研究 碎石機打的次數多的時候 這個腎臟後來會產生 高血壓出來 真的 所以他也不是沒有併發症 更不要講說 碎石機 我們也看過 打破膽囊的 打破腸子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 能量區的概念 它旁邊能量高 中間越往中間越高 你知道嗎 那你如果的腎臟 剛好靠著膽囊 或者靠著腸子 這個能量傳過去 有時候就把旁邊 那個氣管打破掉 結石跟什麼 吃很多肉 這個都有關係 所以尤其現在 尿路結石 號稱有錢人的結石 就是你吃很多肉等等 你才會結石 那這樣這個東西 容易家族性 為什麼 你家裡人 吃的一樣東西 對不對 你之前就 你就吃鹹的 你家裡喜歡吃肉就吃肉 所以就變成一家裡 到處都是石頭 你知道嗎 那如果有這種體質 或有這種家族病死的人 更要記得 你一天 多喝水 2500到3000是跑不掉的 你水喝不到這個量 然後你還要 區蔽這些會造成結石的食物 什麼菠菜 這種草酸含量高的 甚至連巧克力都要限制 會不會喝的 你喝的 你喝的